小瓶数大利用的空间一直以来是我们观众朋友的最爱 他们都很想看看在这么小的空间当中 设计师要怎么样透过格局的配置还有设计的手法 让整个空间充满无限的可能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大概20瓶左右 设计师要呈现给你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趣味性的空间动线规划 同时他也非常兼具时尚感 其实像观众朋友包含倩云我自己本人 我都很喜欢看这种小空间 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说在这么有限的条件之下 你要怎么样去发挥无限的可能 这真的蛮难的 今天这个房子原来的屋况跟现在真的是天壤之别 对 一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看也觉得非常的糟 它除了说封闭每个房间都封闭之外 也完全没有采光 那它的原本它就是有挑高的一个空间 但它也有做一些阁楼的运用 但是就是完全就是封闭式的 那高度走起来舒服吗 因为它全部走成封闭式的做法 所以非常的压迫 压迫 对 然后又再加上它原本的结构物的本身 它的凉位比较多 两柱多 对 两柱多 所以相当之下你要在运用一些手法上会比较有一些困难度 所以一开始就会设定这个风格 对 所以就一开始就跟屋主讨论好风格的设定 那设定好之后我就会跟屋主讲说 那原本上可能我这一次的手法运用 应该会运用一些比较现代感 有一些折线的感觉 几何图形 来让它这个空间来丰富一下 不过另外一个蛮令我惊讶的点 就是一般超高的房子我们会做阁楼 但那个阁楼仅值于顶多一层 对 但今天的空间你做了几层 我做了三层 三层 对 所以一开始要施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 对 好 我们今天要带你看的是一个20屏的空间 它的动线规划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机能性超强 就从我们身后这个玄关看起了 OK 原本它的屋框一进来就是非常的压迫 所以几乎是应该是没办法再做玄关的运用 我知道它原来的房间到底那边全部是房间的空间吗 对 几乎算是 对 那虽然就是说跟屋主这边有讨论说 这边的风格原上是以比较现代级见的感觉 但是因为毕竟是在台湾 所以基本还是有一些风水上的考量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玄关希望能够拉入进来 那就是讨论之后 原上我就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现 这样的感觉好时尚哦 是 那一般大部分的玄关呢都是一体两面 就是说原上正面跟背面都会长得一样 对 那这一次我是希望能够 因为空间小 所以我就从地平开始表现 表现到我的立面的地方 那一进来是一个感觉 当我们绕到后方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我做了一个双色的运用 那我是用S的曲线 然后再加上用Design这个文字 可以去串着这些几个符号出来 20平的房子的话要呈现的是现代时尚感 从进来这个屏风呢就已经得分了 是 好我们说好了时尚感之外 其实实用的功能我们还是很在乎哦 对 在哪边 对所以我们一进来之后的旁边呢 就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置物的一个鞋柜空间 那一般的鞋柜收纳在于小空间来讲 通常都不会太大 那这一次我还是帮屋主这边设置了一个 可以放置白来双的一个鞋柜 那再来就是说 大部分就是说通常我们柜体的运用呢 可能会做一些离地一些高度 那这一次我为了要再增加那几双鞋 所以原理上我都是贴地 那贴地我不希望它很笨重 去坐落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是我可能会用一些镜面的效果 其实我这个空间用因为不大 所以我用的材质不会很多 原来基本不会跳脱 玻璃 气面 不锈钢 就这三种元素而已 所以我想20平的空间当中 当我的材质的元素不复杂 对 空间就不会觉得 太压迫 很压迫或很小 对 从原来的旧照片上 看客厅的空间感觉就像天井 范围又小 然后又有挑高 然后又深深的 然后又封闭又压迫 这是我看照片的感觉 是 原本的墙面呢 它是整个完全都封闭的 所以当我们人一进来的时候 整个空间完全被局限住 所以我就把它开阔 除了墙的一位之外 所有的采光面 我全部 我从我的错位的空间 甚至到我最底端的卧房 所有的采光的空间 我全部把它纳到我们客厅来 这样我一进来的时候 整个就会开阔掉 所以大家在想 我们回想一下 原来这个地方 我身后全部是石墙 对 所以现在打开之后 整个就穿透感了 对 所以客厅本来只有 这边的采光嘛 对不对 现在呢 单一采光 现在已经变三面采光 甚至该有的一些实体东西 全部把它化掉 所以这个是在 比较小空间运用里面 复合式的手法当中 这个比较难去衡量 所以就尽量 很多小细节要注意 所以空间现在的穿透感变很好 对 像我这个面看过去 像这边可以穿透 楼上的这个小哥楼 我只要是小孩吧 也可以穿透 对 然后参生这块的空间 也是一个穿透感 对 所以咯 你看这就可以在前后 我们比较照片 跟现在实景状况 它的落差可以那么大了 对 但我知道 这个空间有这样子的效果 除了像这个隔墙 把它就是穿透感之外 对 天花板的功能也不小 对 原本它这边的屋况 它们四周就是都是两位 这边 唯一一个框框 对 原本就是两位 那假如说我在做一些造型 它只是在把我空间 再拉更小 所以我就运用了 一个折角的概念 一层一层往上折 折到我的客厅区域的中心点 然后悬化出我的这个主灯 我看到了 对 就等于变成是你 这个客厅像是折纸 飞机的那个折线 对 那你四周的凉处 变成是最外层的那个框了 对 对 这真的是聪明的方法 对 它就会变开阔 OK 如果今天我们不这样子做 不是用这种 比较现代的风格来呈现 这个天花板就没办法 有这么好的效果了 对 20平的空间 其实它这个客厅可以容纳的 来天数仍然还蛮多的 包含你看沙发的座位数 我都觉得还蛮多的 对 原本应该 照大人应该是 没有这种空间来容纳 屋主的所有这些需求 那我就是用巧妙运用的方式 所以我在一次型的沙发的地方 边缘还有一个小小的卧塔区 那那个我就延伸带了 等于是我的L型沙发的感觉 那所以我的素材 全部都有精心去调过 同一块材质 对 同一块材质 这边那是三人座 对 那是两人座的沙发 收纳的部分大家很在乎 因为20平的空间 对 除了说这个沙发有带到之外 这个卧塔区的下方 也是基本该有收纳 也是要提供给五主段这边 今天这个20平的空间 我们已经让你看过 还有独立的玄关 有一个容纳摆双鞋子的大鞋柜 有个高又宽敞又明亮的客厅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餐厅放在哪里 是 我餐厅放置的位置 就是通往各个区域当中 过道所剩下的区域 我就拿来把它设置为餐厅的地方 对 OK 这样子走道感觉也没浪费掉 对 完全没有浪费掉 就在我身后这里嘛 对 然后除了说 当然餐厅的定位点完了之后 我还是会换我点心的 丰富一下这个区域的亮点 所以我选一个闭灯 有带亮度的 类似玻璃感觉的闭灯 对 来增添这个餐厅的一个气氛 这个餐厅既然它是过道空间 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 进出的动线跟门片嘛 对不对 对 例如说第一个就是通往主卧房 好 这是通往主卧房的门片 原来这整面都是一个造型墙 然后就希望说造型墙之外 打开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 20平的空间有这么大的一个卫浴 对 不容易哦 等一下还会有一个 还有一个 对 OK 那这里呢 这里打开呢 就是通往我们厨房的位置 哇 好大哦 我觉得就像我刚开始所说的 今天这20平的空间 它的东西好像在探险 好有趣哦 通往厨房空间呢 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空间里面 最暗的一个部分 算是走道吗 对 它是一个廊道的部分 那廊道通常它是因为空间不大 所以它一定是又小 然后又长 那我就运用一些镜面的效果 让我们在通往厨房这个区域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在欣赏一个 异朗的感觉 而且两侧的壁面造型 我是运用像瀑布的异味 所以你会看到几额图 已经是由大变小 它没有完全没有一样的一个尺寸 全部都不一样的尺寸 去做出壁面这样的一个 镜面的一个效果 其实这个走道的空间 它跟我们餐厅这样壁面的设计 有一曲同工之妙 因为它其实也有隐藏的门片 对 除了这些造型可以欣赏之外 其实那面造型一样也有隐藏 另外两个小区域的运用 第一个区域的运用 就是我们主要的客房 那以一般小空间来讲 不会有一个这么标准的一个卧房 可是那个地方 我容纳了有一个很大的手拿衣柜 还有化妆桌 然后一个双门床 标准双门床 旁边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空间 我放一个床桌柜 那另外一个门片是 另外一个门片 打开进去呢 就是我刚刚手提的 第二套的一个卧浴空间 这个空间其实它是很小 很狭长 非常狭长 这是一个很长方形的 很细的长方形 对 而且非常小 真的非常小 我希望它营造的感觉 是比较有水感的感觉 所以我整间都是镜面 还有一些镜面的一些玻璃的效果 全部放置进来 那你就不会感觉到 这个次域呢 就感觉到很小很长 它会被放大 而在走到转向厨房的墙面上 两道玻璃砖的设计 又有什么巧妙的用途呢 那这样看就很清楚了 身后那个玻璃砖 就是把那个厨房的光给引进来了 对 没错 不过我一直在想 像这样子 如果我们做了阁楼之后的 微浴空间 它应该会是同一个高度的 对 大部分来讲 所有浴室空间 在以格罗设计来讲 一定都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个高度位置 大概1900两百吧 对 190公分 但是我刻意地在我的淋浴区 我希望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小耳功能 所以在里面的应用的高度呢 我把它拉高 我把它拉高 这样才能够有花杂 对 才可以有淋浴的功能 所以它在里面洗澡的时候 它才会有压迫感 因为我们自己看到在这里 一定是有压迫感 而且淋浴功能 只能用一般的脸膨头 但是当我把错位的概念 再把它延伸之后 它整个浴室空间就变得非常完整 OK 好 那这个上方是什么空间 上方就是给它女儿房 女儿房 居住的地方 我了解了 所以这样子的看来 这个卫浴空间 它每一个层面 甚至连高度都兼顾到 用的人应该会感觉更舒服吗 接着呢 我们要带各位进主卧室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餐厅当中的一个主墙面 它刚好就位在主卧室出门口 左手边的地方 这个要先介绍给大家 那餐厅区域的这个部分呢 我还设置了一个展示柜给它 那这是我的成业酒柜 它所有运用的部分 全部都是用玻璃的概念去架构 所以它的结构性支撑 要一开始就要有设定好 要构墙 对 所以我的成业柜的方式 一样运用 集合图形的方式 把结构性算出来 再把设计感融入在里面 你知道看这个酒柜的感觉 像是万花筒 在看万花筒的感觉 是 OK 那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边呢 就是给当做储藏用 储藏用的功能 所以这个柜体呢 一样 我们从这里可以把它打开 好有意思哦 对 它的门片是呈现半圆弧状 看到没 其实门片你也可以很简单的 用平面带过 可是当它做有这种立体造型的时候 会觉得空间虽然是白色 对 就会有一个层次感了 对 好酷哦 接着我们要进主卧空间了 对不对 是 没错 OK 正式要进入主卧空间给你看了 在这边 没有想到进来主卧它的超高感 还蛮舒服的耶 你并没有把主卧降低耶 对啊 如果我刚刚有说明到 我里面的元素用一些比较集合图形的概念之外 那刚刚有引 我有说明就是说我的客厅天花板 是用折纸的概念 所以我用折纸的概念 不断地引导 引导到我的主卧房空间来 那主卧房空间一样 四周都会有一个大量 那大量的部分 我要用折纸的概念去折它 让把那个大量的感觉把它消除掉 再来最主要的用意呢 是希望它的空间感不会因应造型凉位而压低 有有有 有折线的感觉就把大量修掉了 对 真的很厉害耶 对 然后从天花板延伸完之后呢 就延伸到我的壁面 对 我的后方呢 就是我的展示书柜 那展示书柜呢 原来我是用蜂巢的概念去做的 所以这些所有的架构全部都要去算 算出来 结构 对 结构之外 还有一些造型的部分 才能够比例抓拿捏的鱼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 我现在站这个位置看过去这个角吗 因为我相信它是一根超级无敌大的柱子 那个柱子打开大概有我 大概有这么宽吧 是 有吗 有 又宽又深 对 那这个主要房的缺点就是 有大量架构之外 就是有你刚刚提的 有很大的一支柱子 对 那一开始我有说明就是 在客厅的部分 我有做引光的作用 所以原理上我的视觉全部都穿透的 那穿透一定表示说我们人呢 站在客厅的时候就会看到主要房 这支很大的柱子 所以在这个柱子的部分 我用一个镜面的部分把它削拧掉 那它的下方呢 我还做了一个化妆桌 刚好就变成是化妆台的镜子了 对 没错 这个镜子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在客厅整个穿透感是可以看过来的 对 没错 没错 就会再放大了 OK 好 那我们欣赏完这设计感 展示的空间 你总得给我一些实用的吧 因为观众想知道 20平的房子到底可不可以摆衣服 哇 没有想到衣柜竟然在这里耶 这里面可以躲好几个小朋友耶 对 没错 OK 所以它是用你这个错层阁楼的下方空间了吗 去运用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耶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啊 你刚告诉我说它大概20平左右 对 可是经过你这样子的设计 我可以用的有效屏数到多少 差不多有32平 难怪可以有三个房间 又有这么多收纳使用的机能 是啊 好 接下来我带你去看的空间是后面这个 对 我称它为五灯奖的卫冕宝座 坐上去看整个空间 那个感觉很好哦 这边过去 OK 这个位置还蛮居高临下 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看到整个所有的空间耶 对 它还可以环到我们这个视野非常广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说我用一个错位的效果 而做出来的一个空间 所以原理上上半部的一个卧房跟下面的客厅的中间层 那这个区域呢我并以为比如说那是给屋主它可以灵活运用的地方 比如说它可以变成一个休憩空间 它可以变成一个书房 所以我就做一张单椅放在这里 希望它坐在这里也可以环顾它的整个房子的四周的那种氛围 一般我看到如果跳高的空间坐阁楼顶多坐层 就是平面的一层 阁楼一层 但是你这个空间当中有三个层次 对 没错 一楼是客厅 二楼是这个错层的部分 然后三楼再是这个小孩房的部分 对 而且它除了错层的概念要有之外呢 还有它的相对高度 就我们在这个地方站是完全不会被顶到的 对 很舒服的高度 对 然后也不影响到下半部的部分 你每个空间都会分配给它一些实用收纳的机能 对 这边有吗 这边也会有 在这边 窗边就有一个很大的收纳空间 还是两格 对 有两大格 好 接着我们再上来 这个空间就是要进小孩房了吗 对 这个把手扶手我觉得做得很 就是很现代感 对 这就是运用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 刚好就是我们天花板经过的这个区域 所以天花板离天花板很近的地方 我折纸概念就会把它带下来 折纸概念 对 就会带来我的扶手的部分 对 所以这样看过去才觉得它的那个与会是一样的 对 没有错 还可以再上一间 对 我们还可以再上来 第三层阁楼就是女儿房的位置 一旁的衣柜空间呢 只是利用主卧卫浴的正上方 地面高起的部分 就是为了保留淋浴区的高度而突起的 如此精算每一个小空间的利用 也难怪啦 20瓶的老屋能够拥有32瓶的评销哦